各位好 我不是負責爆料的 我有時候知道的事情就順便說了 你們千萬不要拿我做爆料 現在有幾樣東西我真的不是 我沒有說那些不是我真的做得到的 陳毅林那些事我可以去幫忙 但是我只不過是說那幾件事我就在做 但是其他那些事我不是知道 我不是很多資料爆的 你們不要因為爆料聽我說 我唯一在做的 我真的看到美國 和國際的形勢 所以我就可以將他們打算做的事 就跟我們的事配合 然後賦予他們做的事先臨上香港 因為香港當然是我最關鍵的香港 其他那些大陸那些事 哇 他們幾千年歷史 一段時間都沒有輪到我 所以你們很關心12個青年 我也是很關心 還有陳毅林那個案件 但是真的不是我做得到的事 我不想亂說 你們對我很有信心 很感謝 我兒子想沈旭暉的還好 讓他多些曝光 多些和你們接觸 今天穿上黑衣服 黑衣服 黑暗 黑暗時代 現在 那些聲音可以嗎?麻煩你 歐洲 歐洲不用出手 歐洲就不跟中國做生意 等美國下手就行了 歐洲沒有力 歐洲的兵全部是美國指揮的 美國會不會打中國 很難說 你說中南海 不不不不 南海 南海那裡如果是衝突的話 你說當不當是中國 那實際是公海來的 他都不是隨隨便便出兵的 是不是? 就是出兵要出師有名 所以南海那裡只不過是主持公道 那些人家國際法庭都判了 那裡都不屬於中國的 那是屬於公海來的 根本實際有部份屬於菲律賓 人家判了 所以就 根本就不是打中國 只不過是主持公道 聲音OK 我現在這隻耳機都不錯的 可以切掉外面的噪音 叫我寫完整的標題 實際我有時候都不知道說什麼的 我現在規定了星期三和星期六晚講話 你說我不是做這行的 好像蕭先生他們那樣 他真的是一隊人馬做足功課 我只不過就說一下我現在知道美國的情況 還有我很想自己都是可以說的 揣摩了 是不是? 我又拿過很多在美國的資料朋友的 供給我的資料 我就揣摩一下將來 一般來說我揣摩都不會怎麼做的 是不是? 很多都是綜合了很多很多方面的訊息 加上我自己的所謂的辨別能力 所以我說的東西就有一定的承受的 老實說 準不準的那些東西 最後都是特朗普決定的 什麼時候出手啊? 不過手都一定要出的了 現在就迫到它根本就是走投 中共走投無路的了 它沒有了 現在只不過是談判的 一向從頭到尾我都知道它了 我幾個月前我在香港都說的了 它一定要談判的 現在只不過美國不跟它談不下去 其他的國家都收到訊息的了 都不想跟它談 因為談的那些事情經常都是合人的 還有主題也不談 死了那麼多人 他也不談 那些什麼病毒的事情一擦一擦一擦不提 那怎麼談下去呢? 聲音OK 光線OK 多謝多謝 明天9月6號 是嗎? 我一會兒講一講9月6號應該做什麼 都好 現在這段時間多一點訊息 可以回答你們回答一些東西 香港也好啊 你們現在可以反抗的東西不多 但是死都說要選舉 死都說要真普選 有了真普選 你們自己選了立法局議員 自己選了特首 其它的問題 什麼訴求都可以解決 但是最關鍵的就是你們一定要保持到選舉權 你沒有選舉權根本它說它做什麼都對的 它說什麼都是 我這個政府是合法的 我做什麼都對的 你們哪有時間跟它搏呢? 你一定要選你們自己代表你們的人 上去做特首 做立法局議員 這樣才是一路永逸嘛 當然了 共產黨不會用它了 所以是不是要滅共呢? 由頭到美國的問題 最終都要滅共呢? 但是我們的說法就是說 我們在美國滅共的過程當中 你們就要告訴別人我們要爭取人權 要爭取我們有選舉 我們自己作主 什麼叫作主 就是那種飄落 所以你一定要告訴別人 如果不告訴別人 別人就當你喜歡跟大陸一樣 跟大陸的人民一樣 你都不注重自己 你都不提出要求的 你願意聽共產黨的話 那它就當你沒有了 美國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我真的要討論 因為關於留學生的問題 因為現在我們都受害了 不過我估計美國肯定有 它那個所謂安全海港這個法律一出 應該照顧香港的學生的 不會拿我們全部當是大陸的學生 但是問題呢 香港給了幾百萬張護照 香港人的護照給那幫共產黨 那他們那些小孩又怎辦呢? 又怎麽樣區分呢? 現在美國也是 基本上就是那個原理 實際不是說不想招呼中國的學生 問題是 實際來這裏的學生 可以說百分之八十 都是共產黨員的子女 是吧? 要不然哪有這樣的經濟條件 或者有這樣的辦法來美國 那來到美國 當然其中當然 這裡裏面可以說 有大部份是真的 不是共產黨的家屬 我都認識很多 真的不是共產黨的家屬 是受害人的家屬 那將來美國怎麽樣區分 7點鐘了 開始說了 各位好 各位好 今天就輕鬆一些 這陣子我也輕鬆一些 因為我昨天都跟廣傳媒做了一個節目 基本上這陣子就覺得那個形勢就幾好 你們都看到了 特朗普就全面對付著他 很多人用脫鉤的兩個字 我就再想重複一次 不止脫鉤 是孤立 是孤立 英文等於 isolation 叫孤立中共 孤立就比脫鉤厲害 脫鉤就是你還你 我還我 但是孤立的話是更主動的 什麽都不給你 什麽都不給你 就是你 直接孤立了你在中共 到一定的程度 你就會反擊的了 那這些當然了 這些制裁的東西 遲早都要反擊 一反擊的時候 就肯定是引起軍事衝突 軍事衝突這些事情發生了 就是現在人家已經做好準備了 一圈子做好 天羅地網 人家太空也準備好了 那麽大家就準備 你一手就砌了 那我就想說回 就這次那個民調 我再說多一次 那個民調就對我們非常大的幫助 因爲這個民調說68%是支持那個 再要重新選舉的 鍾耀廷那個民調 那些細節我就不說了 我沒有那麽細的 那麽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68%代表什麽呢 我們好像有300多個選民 300多個選民的68%就是200多萬了 那就是說200多萬的選民 是要求盡快重啟選舉的 那這個信息呢 我就 當然了 我由加浩波實際限定 有些全世界都知道了 這個民調 他們開了 鍾耀廷他們開了記者招待會 講得很清楚了 那27%就是反對的 那這個是全民的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們的聲音 就是說我們要求選舉 我們爭取人權的聲音 我們爭取人權的聲音 已經是非常之非常之清晰 而且那個數量是絕對是大多數的 是吧? 你68% 就是200多萬了 是吧? 講一講粗數就可以了 那200多萬 比我去爭取100萬的簽名 這個就已經說了 所以我這個100萬 我一會兒就換了它 我會把那個訴求 就是和白宮的訴求換了它 就換那個實質的東西了 聽著我昨天都 昨晚我都放了在那個 我的Twitter那裏 就是要求 不只是要求美國 要求全世界的領導 六眼聯盟 現在不叫五眼了 六眼聯盟和歐盟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國家 不要跟中共高層聊天 即是峰會 高峰會議 不要跟他們聊天 一直等美國的壓力 全世界的壓力一直增加 不要跟他們聊天 這個呼籲 這個呼籲我一會兒 放上去白宮的網上 就是說呼籲你們不解決 香港的選舉問題 選舉就是雙普選 不只是立法會 不解決香港的雙普選 真的雙普選 不要跟中共的高層人員 高層人員 可能就是那些來談判 那些小談判 那些算了 外長那些當然 但是真的要跟他上面說 講那個什麼 大家談條件 尤其是美國不能談 因為美國一談就談得實實 所以現在都在避難了 你看到特朗普 所有真的跟中共斷路親 學生要趕回去 外交人員要限制他們的活動 不准去很多地方的 要報的 跟著呢 所有跟中共有資金來往的 所有 聯邦政府裏面 所有跟中共有關係之共 要9月21日全部公佈出來 斬斷了 全部斷了 那為什麼斷呢 就是根本上就是 我和你絕對沒有來往 那自然那個談判就沒有話 直到你準備投降為止 這個就是非常明顯的一個訊息 你覺得這個很明顯的 我們到了前幾多次的 這個很明顯的 可能就是很明顯 不安靠 就看到了 這個應該是很明顯的 我也看到了 他就跟香港解釋 他要開到這個 他叫這個 他臃中的 到這個地方 8月3日 你還要打開 那時候 立法會選舉 但我反正都要求 因為那個《香港自治法》裡面寫明的了 要求今年就是實行真的一人一票的普選 普選就是一人一票 所以我們拿著這個法律 就一定要他們 要美國的白宮 就是白宮要按依法辦事 就是說怎麼可以讓中國什麼呢 你就給它壓力 當然我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一種 不跟它 實際上說難聽 不接受它來求和 你求和之前不跟你搞定香港 這件事情我覺得就是我可以做到的 我就會擺放在白宮那裡 那個請願做一個新的請願 我稍後做了 這個方向就是這樣 我希望歐洲 英國和歐洲 羅冠聰 他們都可以配合這件事情 就是要求他們碰 歐洲的政府 歐洲政府 他們都有 有聯絡的了 還有英國政府 就是說 任何高峰的談判之前 一定要他們逼中共 實行了香港的真普選 最好就說真普選 不只是說重啟立法 實際上在立法裡面有很多 這樣的立法東西被他們搞到都不像樣的 有DQ 隨時可以加來我們實際 真普選就沒有功能的差別的了 要求就先看看怎麼辦 因為這個形勢變化得很厲害 你們也看到了 短短這三個月 我差不多做第一次 我第一次好像在五月多做的 五月多那時候講《國安法》 我覺得到現在那個形勢是天翻地覆的 完全可以這麼說 任何取悅中國的聲音 全部消滅 根本是蕩然無存了 根本沒有人敢站出來在中國說一句好話 有時候拜登說半句就被人砌到傻了 所以連拜登都不敢說了 所有人都不敢說了 那就閉嘴了 真是全世界 東盟 那我就希望大家支持我 國際線那邊 歐洲那邊 大家支持我這件事 美國實際上不是很多人做的 實際上美國很散的 我現在在華盛頓做的事情 都沒有什麼人說話 老實說很多人都很害怕 我有幫年輕人幫我忙 最近都很安靜 他們原本有說跟廢雪缸的 反正他們害怕 他們全靜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害怕這個《國安法》的 就是他們有家人在香港 那麼怕說錯話或者做錯話 就所謂錯 共產黨所謂錯 那些人連累了家人 所以他們都不敢說話 所以華盛頓真是老老實說 沒有幾個人在說話 這就是華盛頓的 都是香港的聲音 因為他的病毒 無論是龐老實說 香港的香港人 香港的香港 香港的香港的香港 香港的香港 香港的香港 差不多有一個這樣的組織 他們那幫泛民的香港人來到華盛頓 幫他們安排很多東西 但是他們也是不敢說聲 他們打算他們只是聯絡 他們做的事情只是聯絡 他們連 別說滅共 反共也不敢出聲 現在唯一真的在美國敢說滅共 你知道也有幾個黨 他們都請我去紐約講話 我過幾天要去一去 還有法輪功他們 他們真的有組織的來對付共產黨 特朗普當然是亡於選舉 都挺好的 最近的結果都一天比一天好 起碼他們有幾個搖擺州開始有些起色 而且有些州是民主黨的州 他們票數多的州 打算是肯定贏的州 都在那裡有些動搖 為什麼呢 這陣子他們民主黨就中庸 中庸那些暴民 破壞東西 很多民主黨管的城市就不抓那些人 變成那些人很反感論 變成沒有了法治 完全這樣在那裡破壞 大略破壞 而且那些城市根本就是民主黨管的城市 他破壞想製造的氣氛 就是美國不穩定 拿責任就推給特朗普 特朗普說如果是這樣 我就要出聯邦的人來幫你管治安 這件事他講了 當然還沒有做 這幾個地方 就得了很多分 所以這段時候這個反應這個逆轉 這個選情逆轉 跟這個治安好有關係 那最慘的 我有時經過排西岸 我想上落落在這裏開車 那個西岸的問題 根本就很多城市 我經過很多大城市裏面 搭了帳篷 那些是沒有業的人 搭了帳篷 所有的店鋪都扔了木板 破壞得很嚴重 不過在郊區就沒事 幸好有瘟疫 這個疫情就令到城市中心開不開都沒什麼所謂 反正很少人上班 現在多數都是在家裡工作的 我認識的人根本這幾個月都是在家裡工作的 這個習慣已經形成了 這個習慣形成了將來很大件事 包括我們香港也是 到底要不需要寫字樓 要不需要這麼大的寫字樓 到底整個生活的方法都改了 到底要不需要 香港當然不用了 但是在外國他們一天開了很多車 起碼要開半小時至半小時 車上班 到底要不需要開車上班 到底要不需要開車上班 很多人都搬離開市中心 說不安全 因為很多市中心很多罪惡 反罪都很大 他們搬出去了 差不多20年前就開始回來了 因為他們重建市中心 做到市中心很漂亮 很多東西 餐廳 什麼都要開 他們回來之後 現在這件事被他們搞到 又是市中心 又開始回到郊區了 一個是suburb 郊區是suburb 一個是urban市區 這個flow 現在又回到郊區了 因為郊區住得舒服 而且郊區也有漂亮又便宜 美國也很便宜 郊區那些屋 但是沒有什麼漲價 市區那些就好像香港那樣炒不起的 但是郊區就炒不起的 你平時二、三十萬美金就好了 住得很舒服的 買二、三十萬美金而已 兩百萬港幣左右 就是很舒服的 現在樓的材料 非常之好 上一件事它已經研究到標準材料 好得不得了 所以你一搬進去 電器又便宜 現在又省電了 所以現在你搬進去 基本上可以說 如果你不追求那些車子的話 是非常之好的 完全都不需要亂世事件 如果我們 我們做生意的人當然要排場 但是如果你說一般的家庭 所謂真的 譬如說美金 美金住一百萬的樓 和二十萬的樓 實際個人的感受是沒有分別的 完全沒有分別的 差不多 而且就等於駕駛車一樣 你駕駛貴的車和駕駛便宜的車 實際有什麼分別呢 一會兒買的時候 這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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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有這樣的感覺 就說那個車 嚇我了 吹牛的時候 有些心理上的感覺 那車怎樣怎樣怎樣 有個身份地位 但是實際上 你說駕駛車有沒有大分別 對吧 你說車是爽的嗎 現在什麼辦法都有 所以這個老實說 真是非常平等的一件事 五眼聯盟 現在見到六眼聯盟 我這段時間就要跟日本很高層的人接觸一下 日本都是慢的 日本人的所謂行動都是慢 安培走了就好一些 我估計現在那個姓冠 是不是讀冠字 那個人就比較好一些 但是他們都是日本人做決定的 他們都是一種特體決定來的 很少個人決定 這段時間我要跟日本高層的人接觸 就準備在紐約那邊 那邊有些人派過來 叫我去日本 我就遲一陣子去了 這陣子走不了 那說回這個選舉 你們不要小看我們現在這個選舉 可能有機會今年都會發生的 會回頭的 如果全世界壓力給得多 當然阿習就死定了 他打算國安法過過了 他可以互助非為 任他來做 還要怎麼推遲都可以 但是他不明白香港真的是國際城市 全世界都看著香港 那就不要說國安法了 是不是? 你們聽到了 德國的外長 現在是歐盟的主席 那就已經說了 國安法都要撤起來 所以最終那個談判 我現在看上去的形勢 這個形勢就是到最後的那個談判就是 就是那個所謂的正式的談判 如果不想打仗的話 談判就是中國對所有的國家 所有國家當然是拿美國來做代表 是不是? 看起來就是在這個談判當中 就是如果我們現在什麼都不做的話 美國就會逼迫他們收回國安法 逼迫他們回到中英聯合聲明 但是這個我覺得就是不夠好 你看到了 現在對他們 外國人方便來做 當然了 你回到中英聯合聲明 然後按照做法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短期的解決方案 長期的解決方案 香港一定要自治自決 自治自決 那個一定要 自治自決的那個主題 實際上是歸回到那個所謂的主權 所以我說了一百次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 重複再重複 即是有主權才可以有自決 所以那個主權是要爭取的 我唯一做生意 我就不喜歡在那些程序那裡 花太多時間 我最重要就要得到那個所謂最終的解決方案 所以香港最終的解決方案 就是一定要消滅共產黨 那些人要不要想到最終的解決方案 如果要想到最終解決方案 那個老闆就是要做生意 這些人是要做生意 所以倒楣就是要去做生意 也可以要做生意 他們做的事情都是臨時的 所以你看到了 他們為什麼一定要參加臨立會呢 就是他們想的事情全部都是臨時的 我們沒有能力抗拒中共的了 我們以後都可能沒有選舉的了 一年之後有了折港 現在暫時我們的抗爭只不過是臨立會 這件事老實說是很短時的 我不是很明白香港這麼國際的城市 怎麼可以看不到這件事 看不到現在全世界包括由美國為首 在這裡對付中共怎麼會看不到呢 很可能的 我為什麼這麼失望呢 為什麼他們說要參加臨立會我這麼失望 實際現在香港這件事 就是我們現在被人剝奪了那個 香港所謂的黑暗時代 這個已經不是我們香港可以抗爭的了 這個戰圈已經不是在香港了 我一直都說這個戰圈已經在國際 在美國為首打中共 這個不是我們香港人可以抗爭的了 這個不是我們香港人可以抗爭的了 所以你如果這個戰圈在國際上 你知不支持你幫你的人呢 如果你集了臨立會 你只是不支持 你只是不支持美國而已 人家就叫你立刻選舉立刻啟動 如期進行就是立刻啦 立刻啟動 你又參加了臨立會 那你說 你根本跟別人搶反調 跟最幫得你的人搶反調 哪裡有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提也不提啊 選舉也不提 所以我對這幫人真是失望到 老實說將來香港真是 自治也好 自決也好 真是沒有他們份的 老百姓責就絕對不會容許他們 看得很清楚了嘛 這個制線已經擺得很明了 那天天你們看新聞 南海事件 台海 東海 現在產業鏈又要搬出中國 你看看這麼多東西 沒有可能是人家玩一下而已 人家已經全力以赴 全世界出動全世界對付你中共 我們這幫人就跳槽 跳到對面 至於我說怎麼通呢 就是那條戰線已經不在香港 這條戰線根本就是 是一個中美的衝突 而且全世界的國家 文明的國家 都站在美國那邊 如果這幫泛民議員 連這件事都看不到的話 我真的不懂得說 是不是 我們消息有沒有封鎖 香港有沒有防火牆 那些人都會上網的 除非你也看著《星島一報》 沒什麼可以說而已 但是你現在完全是明白那個國際形勢的 你不用了 你只聽一下蕭先生都可以說 說得很清楚 他那些東西完全是研究出來的 你聽一下他就已經明白了整個形勢了 那個全世界的形勢 我就不喜歡說得這樣 我就很怕浸氣的 所以你不明白我 我不明白你我就放棄了 但是有很多人說得很清楚的 很多人你們記住的 幾個KOL都說得很清楚 分析得很清楚 整個國際形勢 那根本的戰場已經不在香港了 那個實際的大戰場在外面 但是香港你不可以說我們投降的嘛 一投降你不可以進了樓樓就只是投降 那你也不進去 你還是進去 明知進去就沒有結果的 任他如肉 那你的立場就有問題了嘛 不過現在沒有問題 現在我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現在美國完全清楚了 香港人是要求人權 要求選舉 不管你這幫議員怎麼樣呢 你們就自作自受 將來自取滅亡 如果你們真的進去的話 老實說 就肯定是 給香港的老百姓 香港的人民 拖棄你們 你們自己看著做 根本就是自殺 自殺的行為 哪裏搞什麼的 這樣來打仗 明知現在兩個陣對在這裏了 根本我們是可以抗爭的 我們香港是可以抗爭的 抗爭就是 這個不參加就是抗爭 參加是怎麼抗爭呢 你進去他的肚子裡面 怎麼叫抗爭呢 現在你要全全配合 全世界來對付中共嘛 人家幫你爭 你自己就不爭 那怎麼說呢 我再說一遍 我看了這兩個星期的所有 我看了很多節目 那幫泛民從來沒有開過記者招待會 說要爭取選舉的 重啟選舉的 這件事講也不犯法的 但是為什麼他們一天到晚就講 要參加很多很多節目 關於參加立法會 但是為什麼他們那幫人 一個都沒有提起 要爭取重啟選舉呢 那這個就看到他們那個別有用心了嘛 他們對參加立法會的興趣 遠遠超出 幫我們香港人搶回這個選舉 搶回這張票 遠遠超出 這個就是不平衡的 你說什麼就是自私 講講好聽點叫自私 講難聽點就是賣港 賣港 他們在賣我們香港人民 我就很慰慶了 不過現在已經沒有所謂了 現在因為那個宗耀廷那個民調 已經全世界已經明白了 清清楚楚 這個民調的那張表 全世界都看到了 香港人民是爭取的 是他們那些傢伙呢 他們也是爭取自己的那個位置 就不用選舉 就忘記了他們的盟友 誰是他們的盟友 忘記了 他們說他跟那些領事有談過 那個是什麼 林卓廷了 就是他講話 我告訴你 我最近很留意他講話 哎呀 原來跟那個曾玉成一模一樣 這些是高度危險的 你聽聽曾玉成 這個人很厲害 這個不用說了 大家都知道他是地下共產黨員 哇 講話很懂得 每個字扭來扭去 直至你要針對他 那天劉慧卿問他的事 直至劉慧卿跟他真的爭得太遠 就是別人受過共產黨的鍛鍊 差得太遠 就是那個曾玉成那種 就這樣一會兒 你死去 我 bottom 嘩 到纏爭 我 思在這就是 誰 從事 Rail 搞到每個人都沒有東西他們不懂得狡辯,真是奸, 真是奸,所以那些小孩學了這樣的慘, 林卓廷你們不要小看這個人, 將來這個人可能會有重任的。 這個看中國的榮譽會員,你們應該參加, 他們做任何正義的事情也好,也需要資金,你們一定要幫忙。 他們這麼大的膽子,在中共這麼壓迫的情況之下,還不斷地出來採訪。 我覺得這個是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你們支持看中國。 加入榮譽會員,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